你好 曼妮 这是那个王曼妮 这是我好朋友顾佳 是你啊 昨天真不好意思 你后来衣服洗干净了吗 洗干净了 快进来吧 你们认识啊 晓芹 你快带曼妮进去坐 好 晓芹 我是第一次进客户家 这个也不允许啊 我们一般送衣服 或者调换货 最多就是在门口等 你别把她当客户 她是我特别好的朋友 坐这儿 来 吃点水果 喝点水 没事 那个 今天叫你过来 是顾佳有点急事 你想买那个包是吧 是啊 他们销售跟我说 那款包要等很久 他们倒也不是随便说说的 他们家主导那个款啊 都是要排要等的 哪家店嘛 它都有自成的销售体系的 只要最近遇到点难事 那个包算是一个敲门砖 那 曼妮 你有没有什么办法 我们店去年有个 跟我挺要好的同事 他跳槽到这个牌子了 我帮你打个电话问问他 你有什么颜色上的要求吗 我就想要经典款 经典色 好 那尺寸呢 尺寸就正常了 好 好 我问问他啊 谢谢 喂 林姐 你那儿还有经典款 经典色吗 你着急吗 最快下个月没准会有 要是下个月的话就算了吧 可能来不及了 不行 林姐 我等不了 不是我客人 是我朋友 不是我客人 是我朋友 很重要的 你帮我想想办法 我知道 很难 那要不这样 我把我今年所有的额度 都留给你 不合适 我们家那几个包 可是好多客人抢的 我把所有的额度 都留给你客人 行不行 行 那你帮我想想办法 好 谢谢林姐 她说帮我想想办法 曼妮 真的不好意思 第一次见面就麻烦你 没事的 就是像我们销售吧 每个人手里 它都是按额度分货的 也是要排队 等那些畅销款 然后自己再调货给客人 不过应该问题不大的 那这样吧 你要是哪个月月季有压力 你跟我说 我一定尽力 你是晓晴的朋友 之前她帮了我一个 这么大的忙 我欠晓晴的人情太大了 没有 没有 她开口嘛 我肯定要帮的了 应该问题不大 好呀 佳佳 是换这套你新买的吗 就是这套 这个颜色是今年春夏 最流行的啊 是吧 我就是觉得 家里的这些靠垫 小装饰 还有杯子盘子 就应该根据季节 来调换颜色 小小地做一点调整 整家里就会看不腻 你真厉害 这个家一看就是 精心打理过的 我们家姑姑 超级有品味的 我还从来没有见过 比她更会 打理生活的女人的 大师就是大师 老公 我可能还是凑不够啊 什么不够啊 曼妮说 得用一张我名字的卡来刷 我算了一下 七七八八 一共凑了一半 什么包要一辆 低配车这么贵啊 老婆 你有那么多名牌包 多一个少一个的 非得要这个包吗 这个包不一样 老婆 你看看我 我向上的作品 棒棒 多 以后你也能实现的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我说 有这个包 我才能存在 他们的合影里 听你描绘这场面 拿个包比来比去的圈子 也太无聊了吧 他们是无聊得很 但是这个圈子 有我们能用的资源呀 我跟你说 这个余太太家 他们家有 三家乐园的资格证 你想想 他只要拿出任何一家 来给我们做烟花燃放资质 就能解决我们家 现在所有的困境 你想拿下乐园这个单子 我懂 可是 这跟包有什么关系啊 当然有关系 他们那个圈子无聊的规则 你不懂 我只要想拿到订单 就得用他们喜欢的包包 做敲门砖 这可能是我进入他们合影里 最快速的方法 真觉得太夸张了 咱们家房子都递给银行了 现在压力这么大 东错七错的 把手套上这点钱 都买这个包了 你这不是破釜沉舟吗 是要破釜沉舟了 我们现在需要这个机会 这不是一个包那么简单 它是武器 我希望拿它 可以敲开那扇门 既然把话说到这儿了 对吧 继续给你凑 谢谢啊 不好意思啊 这么晚了还帮你调过来 该说不好意思的是我 我真没想到 这个包那么快就能拿到啊 刚从北京调过来的 还热乎着呢 谢谢啊 妈咪 这次真的多亏你了 没事 那你还挑了点 别的东西是吧 你为我欠了那么大个人情 不能让你为难呀 昨天晚上 临时凑的信用卡额度 除了买包 也给你朋友增加点业绩 放心吧 在我能力范围之内的 希望这个包 真的能够帮上你的忙 谢谢 顾佳 我能问问你你拿这个包是做什么用的吗 我能 最近认识了一个太太圈 她们人手一个 其中有一个太太 她们家的业务 能帮我们解决公司的危机 我拿这个包 就是希望 她能成为我的入场圈 我听懂了 是这样的啊 以我对那些人的了解 我建议你呢 不要拿这个谱皮袋 你稍微加点钱 换个限量款 才可能会达到你想要的效果 多多多多 睡觉打呼噜吃饭还这么大声 我好温啊 我好渴啊 你原认吧 医院说了让你空服检查 那你能不能吃快点啊 我们早点去 要不然又排大队 好好好 你先看看 东西都在齐了没有 医保卡 不扣本 结婚证 身份证 还有什么 把你自己搭上就行 还有宝宝呀 宝宝 今天又要做逼超了 又可以见面了 走 把包包拿着 钟晓芹 你慢点 老公 老公 回头你把字典翻出来 我们提前给宝宝 选选名字呗 你这也太早了吧 不早了 最起码也要有个小名吧 我看胎教书上说 跟宝宝交流的时候 最好叫他的名字 这样他就能全方位地 认知自己了 那你想叫什么呀 叫柚子吧 我最近还挺爱吃的 你可真是你妈的闺女 几名全告口没啊 叫小岛吧 小岛 好听啊 不对 我怎么觉得你私心有点重啊 陈宇 小岛 好 感觉会跟你亲 顾佳 你上个楼怎么那么慢呀 老太太 大家都在等你做的甜品啊 我跟他们说呀 你做的蛋糕特别好吃 绝对他们之前没有什么那么好吃的 快来 我跟你们说呀 顾佳做蛋糕特别好吃 绝对之前你们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蛋糕 是吗 那你是啊绝对没有尝过法国最正宗的甜品是做的甜点 下回你去法国啊 我把那地址给你 我怎么可能没有吃过呢 就因为我爱吃甜品 我老公特意安排了甜品学校的私人参观啊 那我们档子低了 我们去法国也就是看看画 王太太家都是私人定制的参观学习 画我也有啊 那历副 你们看得懂吗 我都不要去试试 我都没有做法 让我去试试 谢谢 那我去试试 怎么了 词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你这运童术没长法而降 B超也听不到胎心 可以判定是胎庭运 怎么会呢 上次我都听到他的心跳了 我老公也听到了 而且那个声音特别清楚 怎么可能没了呢 其实啊 这种情况也是常见的 你刚开始有了胎心胎牙 但后面发育得不是很好 就没有了 这呀都是归属于胎庭运的一种 建议你尽快排期 要做轻功手术 否则你这耽误的时间越久 对身体的伤害也是越大的 我能不能再做一次B超 万一是你们没听到的 这怎么可能呢 我们B超的医生都是非常有经验的 而且你这个B超绕了很久吧 这个检查结果也只是一种表象 以你现在的周数 实际指数应该比这个还高 不是的 不是啊 我不信 怎么我从那房间里一进一出 一会儿说我有孩子 一会儿又说孩子没了 我明明就感觉到他在我的肚子里了 我听过他的心跳了 听过了就是听过了 是 我也听见了 咱们都听见了 老婆 但是刚才医生都说了 做了这么多检查结果都一样 这是不会有错的 咱们现在啊 最重要的是把手术先做了 这样 你在这儿歇会儿 我去给你排队缴费 咱们把手术先给安排上 大夫您好 你好 你好 那个我老婆可能需要做一个庆功手术 这是怎么个做法啊 暂时不行啊 最近的手术排期都满了 都满了 那什么时候才能做上 起码大概两周以后 两周以后对吧 对对对 谢谢您啊 不用谢 这医院轻功手术排期都已经排马了 刚才跟我说已经排到两周以后了 我这样我给满哥打个电话 问问他能不能想想办法 帮咱们尽快安排上 把手术先做了 我现在就给他打 这个叫bird 哥 为キャ 你要尽快就出门了 我不是最job 没有了 你要把驾驶 如果你得下死 他的樣子 多分 快走 王太太 我最大的价值不是做蛋糕 你拿我讨好它们是没有用的 你知道你的问题出现在哪儿吗 你不应该选这套桌椅吃下午茶 我那是最高档的 我知道 但贵不一定代表对 我看出来了 你那套茶具也是最高档的 价格不菲 可是懂的人 一眼就知道细节有问题 真正的下午茶 是英国王氏夫人发明出来的 分高档和低档 区别在于一种是给太太们吃的 另外一种是给佣人吃的 我肯定不是低档的那种啊 但真正的贵族阶层吃的就叫低档 其实这个高和低档 说的是桌椅高度 只有真正悠闲的人 才能在矮角桌和沙发上 享用下午茶 高脚桌是给佣人们的 快吃快走 王太太 你知道那些太太们 是哪儿来的高傲吗 不是因为她们出身好 会讲两句法语 是她们觉得她们见过些世面 我知道我这种家庭收入的人 不应该混到这个圈子里来 但是你有的我没有 我有的 却能帮助你站到合影的最中间位置 很快 肴力百分之变 这第一个颈部 miał 还要有心iti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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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琴 不是这样的 我也伤心 但是我们现在要解决问题不是吗 我一点都看不出来你伤心难过 我想听句实话 刚刚那一刻 你如是重负的感觉是不是大过伤心难过 周小琴 你别瞎想行不行啊 你不能现在由着自己的情绪 把事情的严重性扩大化啊 可能是真的没到时候吧 一切都准备好了 孩子自然会来的 就是因为你的这种态度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都是有灵性的 他知道你不欢迎他 他知道你根本就不想要他 他知道他知道他知道 他知道他觉得这种态度